歡迎回到獨立特派員的節目現場 繼續要關心的是建設性新文學的系列報導 我們介紹過芬蘭公市記者 發動甄選安養機構的改善計畫 以建設新文學的理念 深入介入議題 並提出解決的方案 事實上他們還將這樣的理念 延伸到教育改革的議題上 芬蘭有幾位老師發展激勵學習 雖然一開始不被看好 但芬蘭公市持續追蹤現場教學的發展過程 讓芬蘭公市成為全國教改的觀摩平臺 繼續是我們的觀察報導 一早在芬蘭赫爾星期高中 同學陸續來教室像自習 第一堂數學課看起來還是像自習 當環境改變 芬蘭人開始思考怎樣教育學生 佩卡老師開創仙河 啟動自主學習 自主評量 小學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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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小學也相似 小學也相似 這邊才有怎麼做 小學都贏了 小學也好 小學也會 小學也會 這是芬蘭公市教改系列報導主角之一 追踪几个教学现场的发展过程 让公式成为全国教改观摩平台 曾经在披萨等国际教育评比 长拿世界第一的芬兰 开始思考过去的教学方式 是否未来确保竞争力 马丁拉加索高中数学老师 一早来校在餐厅吃早饭顺便介绍菜单 菜单是为了符合期待 学习也是这样 容许不同特性同学有各自步调 不再一直写版书 一次对所有同学推演题目 大量增加自主学习 什么意思是 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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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必须找找答案 自己的答案 或是平常的學生用六個星期 學習這些東西 所以我給他們所有的項目 如果他們需要六個星期 他們可以使用更多時間 如果只需要兩星期 那就可以了 他們可以移動 老師很重視學習能力有無提升 我們開始用很簡單的問題 第一次的問題是 第一次的問題很容易 每個人都可以做 所以每個人都覺得 好,我可以做 很容易 但當他們學習好的學習技巧 他們學習如何幫助別人 所以我需要更多時間 幫助我最多的需要 佩卡相信引造氛圍 全班更有效率 我沒有練習他們 我認為這是人類的原本 你覺得自己很好的 如果你要幫助朋友們 所以你要幫助 我沒有要求他們幫助別人 我沒有要求他們幫助別人 我對教育他是可以幫助別人 如果想要 你沒有要求我 他要求我 學生覺得 受到尊重 而有安全感地聽他解釋 他 他在看他 告訴他們 對了,其實他最重要的 對手 是 那可能是 它在百分之千,也有二分的 如果要是一分之一, 它指出粥地就看到 一分之一, 它的时间就能有三分之一 如果是二分之一, 就这里就没得到 在做这个行为 学生比较少 因为不是协计中午词的 而且更加责任 全都的允许的 如果你想玩 video可以玩 但我会问你,是你学习现在好吗? 有时候是,譬如有些学生有很多工作, 它是很高兴认识你的脑袋每一天 而且我闭上,如果我允许所有的东西, 他们不玩游戏,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做什么 奋奋的例如学 随随随随随随随 对于自治散试 工程师 отд服务工作 不明白 佩卡和其他老师设计网站 各科都这样操作 这是芬兰政府推广的学习方式 不仅高中小学也有 像当台湾小学四年级的班级 不仅学生更想学 老师更有成就感 一个教室可能多达十几种学习 各种语言 各种科目 各种进度 为了让外界更易了解 今日艾丽莫同学用英语讨论解说 所以你选择做科目和学习 好的 你想做那些吗 所以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Norway的码 所以你做了 Oslöbergen,Kristianstad,Stavanger 其他地方 所以你做了科目的码工具 有其他地方嗎 老師說現在資訊多 教會如何學很重要 不一天大玩考試不表示無法評量 從資源網下載學習 找到自己作業來做 以學習認識北歐生活為例 這裡是概念區 按個人進度選概念 去翻書找到頁數搭配學習 這張表縱攬全班同學 每個人在校在家和不同時間 要做什麼以及進度 透過全班概況表 學得快的同學 知道別人進度 以便寫出來 不擔心幫別人影響自己學習 我可以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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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的工作 然後我明白 但如果我沒明白 我可以示範 我可以去家裡 我可以問我母親 然後我們做這裏 我們一起 我可以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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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通常 四、五十分鐘的課 只講十分鐘 然後由同學進行 想問我可以示範 在學習上 我可以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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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可以示範 我可以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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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做的 好嗎 你會訓練 每天 我可以示範 每種學生 在我的学校,他们学习其他人 私计上,在学习教学校 我们教训四人一组,合作设计教学 我们给我们赚钱,我们给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说这就是主题 现在是学生的时间,我们来做什么 这次我们现在会像全球的市场 我认为你做了一个事件 我认为你做了一个事件 现在我们有这个系统 他们有自己的意见 今天我想做了研究 今天我想做了科技 也想做了科技 他们也有更多的练习 他们会有更多的信息 我认为学家人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 不是什么 我认为未来的学生 他们必须相信孩子们 当他们到学校 我们相信他们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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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兰曾有媒体报道 芬兰少年是世界最独立的小孩之一 和台湾相较 人较少 在校时间较少 考试较少 但竞争力多 固然家庭和学校影响国民素质养成 还有一股助力是来自媒体 我认为他们说 在学校里的小孩中 沒有人在說過他們的頭 或背後 不是教士或父母 他們都被問過 而且他們都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那是公司的價值 最好和最強的 現實適應新聞學的應用廣泛 就連軍營媒體也力圖改革 和翻轉思考 下個禮拜我們要帶您看 以色列及台灣的軍方媒體 怎麼在新媒體背出的時代 走出新路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婷宇 我們下次再會